觀眾前桃園市長海基會的董事長鄭文燦是金船涉攤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呢 是被這個桃園地檢署給帶回在這邊徵訊 那經過其實長達16個小時的漏夜徵訊之後呢 檢方認為他涉嫌重大 因此呢也將他給生涯禁見了 那麼目前掌握到最新消息 可以看到說其實鄭文燦呢 他其實預計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就會來召開這個生涯庭 不過目前這個詳細的案情還沒有到很清楚 因為呢目前桃園地檢署還沒有出來正式的回應 而根據平面週刊報導呢 表示疑似是和土地開發有關 那其實在稍早的時候呢 根據我們掌握也有了解到說 工作人員也透露說 的確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卻有看到鄭文燦的律師是有來到這邊的 不過詳細的案情呢 就恐怕還是要等到這個生涯庭在稍後呢 召開之後才會來進一步的來釐清 那以上是我們現場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